香港國安法是香港猶亂轉字的重大轉捩點 它發揮定海神針的效果是有目共睹 無可爭議的 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長大一年的時間 香港社會飽受創傷 鼓吹港獨、自決等組織 公然挑戰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權威 激進分子策劃恐怖活動 以暴力破壞公共設施和阻撓警方執法 反中亂港分子勾結外國和境外勢力 干預中國和香港特區的事務 動員國際力量制裁香港 完全罔顧國家和港人的利益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 這股反中亂港的勢力 也削弱了特區政府早期的抗疫成效 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 香港社會恢復穩定、黑暴絕跡 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得到保障 並可以再次依法享有他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儘管事實擺在眼前 別有用心的外國政客和媒體 仍然不斷質疑 甚至抹黑香港國安法 他們詆毀香港國安法會損害人權 押制言論、集會等自由 破壞法治、摧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或者弱化了香港的營商環境等 但過去一年的種種事實和數據 說明這些指控都是站不住腳的 反之,只是凸顯了批評者的虛偽、偏見和持雙重標準的立場 一如我們反覆強調 香港國安法針對的 只是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分子和行為 絕大多數市民的人權和自由 絲毫不受影響